筷子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餐具 但是您知道吗 在古代 很多人的命运 却因筷子而改变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古代筷子的特殊用法 Ready 下载看见APP 看一万部有趣的精彩视频 Go 商朝时期 咒王非常试杀 就连菜的温度不对 都要杀死厨师 这样服侍咒王吃饭的达姬 也很害怕 有一次达姬发现 有一道菜很烫 如果直接让咒王吃 估计就得杀不上人 达姬灵机一动 就用头上的金钗 把菜夹住喂咒王吃 在这一家一地之间 菜也就不烫了 后来达姬就要人 打造了一副金柱 这也就是最早的筷子了 到了汉朝 柱已经成为了主流餐具 但是当时的柱 却只是用来夹菜的 饭呢还是用手抓着吃 另外 现在两个人同时夹菜 根本就没有什么机会 但是在汉朝 却是不能这样的 因为这个动作 跟当时收纳骨灰的动作相似 是很不吉利的 唐朝的时候 柱又出现了一种新功能 那就是占卜 用柱占卜在当时非常流行 很多人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难题 一般都要拿筷子来算一算 到了宋朝 柱摇身一变 成为了嫁妆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陪加柱 寓意着小夫妻成双成对 永不分离的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 宋朝人吃饭 跟现在吃西餐一样 一边是扁勺 一边是筷子 左右开工 直到后来 南宋大如初熙说了 作为一名绅士 应该只用右手吃饭 也就是 拿勺子时一定要放下筷子 拿筷子时一定要放下勺子 而放下的筷子和勺子 都要放在筷枕上 防止弄脏 明朝之后的柱叫做快儿 到这儿 终于算是跟筷子这个名字 搭上边了 另外 明朝之前筷子形状多种多样 但到了明朝 方头原身的筷子 成为了柱流 方头原身 一方面代表了 天原地方天长地久 另一方面 方头筷子放在桌上更加稳定 而且 也就是把筷子横着放 就被定最大的镜 连官位都丢了 清朝的时候 宫廷里很多重要人物用餐时 都要用银筷子来试毒 这是因为古代下毒 一般都有砒霜 而古代的砒霜纯度不高 里面还有大量的硫化物 硫化物与银器接触 就会在银的表面 产生一层黑色的硫银 如果换一种毒 银器也就检验不出来了 另外 在清乾隆年间 清音这种曲艺开始流行起来 而它的伴奏乐器 竟然就是餐桌上的筷子和主板 西餐的刀叉是13世纪以后发明的 在那之前 西方人吃饭都是直接上手 而筷子 这种3000年以前的古老发明 直到今天 却依然是中国人用餐的利器 这说起吃 就不能不提和尚 我们都知道和尚是食宿的 但是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 和尚们可都是吃肉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关注看见微信公众号 回复吃肉 你就知道了 The End